平民版坦克500 咖啡厨杀回来了 人家不仅是平民版坦克500 而且人家确实是用这个坦克平板打造的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越野性能呢 咱们不用担心 而且在十年之前呢 其实它的越野性能 就已经被无数人所验证过了 要不然也不可能重新杀回来 然后咱们来来看这个外观 我看网上有说 金刚跑加了一个壳 在侧面看 它是不是非常大非常的长 它可是比Half H9还要大上一圈的 它全车的整车车长呢是5.19米 整车的轴距呢是3.19米 非常大了 听说把第二排放倒以后呢 就是一个超大的一个大床 而且它的动力组合呢 是气柴油 都是20T加8AT的一个动力组合 在这个车出来之前呢 我还有想过 它不会也要用那个6AT 保住6AT就有点差事了 没想到它真用了8AT的动力组合 这个我还是要给它点赞的 它采用的是前双插臂独立悬架 和后多连杆整体桥非独立悬架 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合呢 就让它兼顾承载性的同时呢 还能兼顾舒适性 看这有一个插托锁呢 有个小贴纸嘛 在这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插托锁呢 它是自动的 就不用我们驾驶员去超过 它刻意根据它的路面的情况不同 把这个锁给锁上 这个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咱们接下来呢 就正式进入内部来看一看 坐上去 它这个填充物还是比较充实的 就是也是含有弹性的 比较柔软 这一点还是让我比较满意的 它采用的是一个悬浮式的夜景音标盘 和一个12.30分的悬浮式的中控屏 还是比较的顺滑的 其实现在国产车的这个车机呢 都不用太担心啊 它采用的是一个L2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而且呢 还有这个高德地图 还有腾讯地图双导航 在这个中控屏下面呢 还保住了一些实体按键 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开车的情况下 按到我们的屏幕很容易误操 但是有这种实体按键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拨上 拨下 拨上 拨下 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很大的宠物空间 我以为会有一个无线充电码 但是它其实没有 两个USB接口 在这里呢 可以提一个小小的键一样 可以改成一个Type-C 一个USB 这样呢 就能满足不同充电口的需求 那接下来我们去到后排来看一下 我的妈爷后排真的好宽敞啊 1 2 3 4 四全两指的一个毅力 就整个后排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不管多高我都能坐得下 姚明来了 她也没有问题 照样她那空间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她这个后排比前排明显要更软一点点 所以说坐在后排的话 我们不用担心太过于颠簸了 基本上后排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她没有坐第三排 所以说她的后备箱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那看到了吗 就算我们不把第二排放倒 如果是一个1米4 1米5的小孩 或者说是女生的话 躺在这完全不会感觉急 来我现在去把后排放倒 第二排要想成平放倒的 就得先把这些东西都给掀开 在翻倒这个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把一些小的我们的随车工具也放到里面了 我觉得这个还挺贴心的 好 我们现在把它给放倒看一看 现在我的精神高是1米7 你看啊 我如果把头放在这 旁边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而且我的腿是这样放的 我感觉我伸展才有1米8了 完全没有问题 大小伙子也可以在后边躺平 就这么说吧 如果你想买一辆全用途的硬派SUV 但是呢 你又没有塔克500的预算 那么建议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哈回H5 毕竟嘛 它之前也曾经受到过这么多人的追捧 而且呢 是坦克同平台打造的 我觉得质量上还是有保证的 当然了 还是那句话 我没有开起来给大家试呢 所以说 大家等我下一期吧 哈哈哈哈哈哈